为了要关心高龄长者以及身心障碍者 对于财产的安全管理和运用 新北市办理财产信托宣导会 透过专家案例的分享 让长辈懂得不仅要顾好身体 也要顾好自己的老本 新北市政府社会局与中华民国信托业商业同业工会 共同举办财产信托宣导会 当地现场邀请松年大学 英法俱乐部等各地长者参加 希望让长者懂得顾好身体也顾好老本 怎么样让我们的英法长辈的财产都有好的 得到照顾跟关怀 甚至能够做有效的信托理财 那也针对身上者 尤其双老家庭这一个身上者 怎么让他的未来的照顾 都有好的信托业来协助帮助 所以依照我们的申前华 跟老人福利法都有规定 我们金管会都会找相关金融单位 来协助有需要的民众 给最优惠的一个服务 让每一个人的财产安全都得到保障 当地现场安排16家银行信托业者设摊 提供长辈有关财产方面的选择规划 据信托业商业同业工会秘书长表示 与政府单位配合所提出的养老方案 是公益信托 非以赚钱为目的 因此鼓励长辈积极提前规划老本 长辈提前规划老本 除了可避免造成子女负担 以及晚辈争夺财产等状况发生 也仍让自己安心享受美好的晚年 记者沈仲戴华新北市采访报导